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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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这样开始邱家板条的传承 一开始老爸爸很不放心 有心有爸爸的支持 邱明璋学得快 邱家板条现在是爷俩和媳妇 掌握一屋子的香气 大骨熬个三四小时的高汤 在锅里不停翻腾出诱人香气 有一瓢流泄至碗里 瞬间包覆了Q软白皙的板条 再放上清爽的里脊肉薄片 这一味让店里客人传流不息 鸭片一样会上营量好不好 街坊见到镜头更是大力推荐 这口感八十年没变 这香气已经传承三代 邱明璋说要让邱家板条 这客家美味永远永远传下去 再来米直脱香气 搭配上邱家的好手艺 客家板条传承八十年 出场是惊艺 再一口 这坚持传统的好滋味 酝酿成我的感动时刻